福宝有没有可能在租界里韩国呢? 江爷爷在参观了一圈神树坪基地回来后, 第一天上班,就站在望福石上面呆呆地看着熊猫馆, 江爷爷不禁感叹,还是基地的场地大,设备齐全。 这是问题来了,如果爱宝乐园场地扩建, 福宝有没有可能性在租界回韩国呢? 先来看看熊猫租界的条款之一, 熊猫租界至少同时租两只,租期为十年, 租界国必须提供有优越生存条件的大熊猫馆, 其次再来看看海外出生的熊猫为什么要回国。 熊猫的年龄一旦到达四至六岁就会进入繁殖期, 作为宾威物种,目前种群数量不超过三千只, 回来的第一任务就是找男朋友,繁衍后代。 综合上述,小编认为如果爱宝乐园场地扩建了, 福宝又找到另外一半了, 韩方在不考虑租金问题的情况下, 福宝是有一定的几率可以租借回韩的, 不过就算韩国扩建了熊猫馆, 真的能租借到福宝, 江爷爷也不能再照顾福宝了, 那时的他早已退休, 只能跟游客一样, 远远地看着他的宝贝大孙女。